警察大頭鎮強硬敲毀大門 幾名官員店後 深夜全程直播 秘魯總統官邸遭破門搜查 總統伯魯阿爾特 2022年上任後 被發現開始穿金代銀 這回遭檢調指控 涉嫌貪污 還疑似少申報資產 秘魯媒體爆料伯魯阿爾特 多支勞力士表中 有一支價格還高達1.4萬美元 相當於台幣44萬 會引人起疑的關鍵 在於他在2021年 副總統兼部長的月薪 也不過只有台幣26萬左右 擔任總統還減薪到13萬多 怎麼會買得起名貴手錶 面對檢調指控 火速否認 強調所有貴重物品 都是花繼續買的 波魯阿爾特表示 不會主動請辭 不禁讓人回憶 他當上總統過程 有多戲劇化 2022年 前總統卡斯蒂約 也涉嫌貪污 任期內企圖政變 解散國會 但還是遭到罷處被逮 時任副總統的 波魯阿爾特 順勢上位 成為秘魯史上 第一位女總統 波魯阿爾特 曾因律師出身 形象正派 現在捲進貪腐疑雲 加上秘魯總統 幾乎年年換人 恐怕難以撐到 2026年大選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